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4月8号是男团EXO出道10周年的日子 而当天,近几年一直在中国发展的成员类 在一集上传了首写信 宣布了不与SM续约的消息 10年来的成长,感谢大家 这段时间,谢谢其心给予我姻缘的EXO成员们 谢谢看着我成长的SM职员们 谢谢粉丝EXO给予我无私的爱与姻缘 现在是时候以职员的身份与SM分开了 对于30岁的我,是个崭新出发的时期 我永远会跟成员们在一起 永远都会以泪待在身边 只要张一新住在中国,就是跟一家人一样 我永远爱大家,EXO 사랑하죠 告知了粉丝们离开SM的消息 而因为张一新在微博的发文当中写的 也与SM公司共同探索前进行方式 去尝试,去挑战,去冒险,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SM官方也发出声明表示 原本的专属合约一到期,正在讨论新的合约模式 所以张一新会不会继续与SM合作 是否会退出EXO,目前不是很明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他还是EXO吗?好傻眼 所以是退出了EXO还是没退 为什么不明确的说呢? 中军要走了,谢谢 在中国的话是跟一家人一样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可 今天是EXO10周年 算是16年最好的礼物了,好幸福 我觉得他是最聪明的人 跟成员们的感情也好 私生活管理的也很好 没有跟前中国成员们一样诉讼 SM也因为Lady有在中国赚钱 成员们之间感情也很好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人 不在韩国活动,却捐康给韩国 休明当兵前有通话 提友当兵前有送信 年末于北坑有逛街 跟EXO成员们有群聊私聊的男人 QQ 对于张一新在10周年上传的手写信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4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Vlogby 29位Crabity 28位Highlight 27位Vie 26位同邦心里 25位Pix 24位Tan 23位Pentagon 22位ATG 21位SF9 25位SF9 25位Winner 29位Infinite 27位Infinite етров19位 25位Infinite 28位Tomorrow by Togedder 28位Tomorrow by Together 27位NhycВО 27位Nhycpo 28位Nhycpo 16位2PM 15位女이스트 14位101 13位アストロ 12位Treasure 11位Shiny 10位Moonstikes 9位Toboyz 8位B2B 7位Stray Kids 6位NCT 5位Exo 4位SuperJr 3位Seventeen 2位Big Bang 4位南团一位是庞坦孙姓的最多相关关键词是选定有影响力为获奖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格莱美 正副屏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85.46%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 除了 13位 第一位先崩命 4位 5位 6位